杭州月王路有家新巨新运营童生活馆 二楼经营产后修复和婴儿喜育项目 招牌写着美儿采停美产后修复中心 5月31号张阿姨的儿媳妇第一次来这儿做产后修复 还带了孩子来这儿洗澡 洗澡回去之后就开始发烧 当晚就去了急诊 张阿姨说孩子当时39天大 5月31号去看了急诊 6月2号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说孩子得了败血症 接下来这几天 一家人的心都悬着 好在经过治疗 10号那天孩子出院了 出院诊断写着败血症尿路感染 他怀疑洗澡那天的浴巾有问题 这块浴巾我们本身就是在外面就是宝宝刚刚来的时候睡着了 这个小床在外面的 他的房间外面的 那么外面的他说就这里盖盖 我说我们自己也有毛巾的 他说我们这个是干净的 他说那么我想盖一下就盖一下吧 那洗澡洗好吗 他把这块毛巾拿来给我擦了 我说这块毛巾不干净的 我说宝宝洗澡刚刚洗好 你肯定要消毒柜拿出来的 对吧 他说不用的不用的 他说肯定是好的 那最后结果就是晚上就发伤了 张阿姨说当天孩子洗澡时水是新放的 但这块浴巾是孩子睡着时 他们在外面小床上随手拿来盖的 孩子洗完澡 店员也没有重新拿消毒后的浴巾过来 之后孩子裸身趴在这条浴巾上 嘴巴还不停地啃咬 我们的所有的毛巾呢 都是经过三道消毒 从消毒柜拿出来使用的 然后呢当天呢 这块毛巾的话呢 也是当天从消毒柜拿出来 之后呢放在这个小床上 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我们认为就是孩子感染的这个情况 不一定就是也不是说一定就是从这个毛巾上面的细菌感染而得来的 张阿姨提出想查看店内的监控 看看这条毛巾是什么时候从消毒柜拿出来的 有没有其他小朋友使用过 监控有的但是没有留存 他当时给我们装了这个监控的时候呢 是设置了一个叫云储存的 给我们试用了一个月 然后后续我们没有续缴费 所以说这个云储存就没有了 就是监控只是现场监控 就实时监控了 对 张阿姨认为是美儿采方面的浴巾不卫生 导致孩子生病了 要求对方赔偿孩子的住院费7000多块钱 还有这段时间的精神损失费 如果是我的责任 那我就承担啊 那他可以找第三方机构啊 监控也没有 然后当下的那些监控有关系吗 你现在要我举证 你叫我怎么举证 其实我怀疑这块毛巾是几天都不一定的 你那天就说是早上拿出去的 我们是下午来的 这块毛巾本身就是不干净的 我跟他讲的话 他都不会相信的呀 随后张阿姨找到 湖滨市场监督管理所反映了情况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